我想教一下實踐的學姊 教一下 那個是醫學系 我們私底下再教好了 不是 我們平常講台語叫懶教嘛 男生的器官怎麼講 醫學專業解說那個部分 快點教學 可是我都主要講髒的 就是不是正統的 不是那不是 我是說不是正統的那種 就你會的 你會的分享一下 我主要講罵人的 器官怎麼講 男生的器官 可是我主要講罵人的 那個不弄的 會不會講 男生的器官 不弄的叫Hardas 阿美族會怎麼講 很簡單 你男語那個板子怎麼講 板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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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跟阿嬤,那個阿嬤住在一起,一個字都不會講喔? 他沒有特別教 你又那麼聰明,怎麼不會? 他沒有特別教,我也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你的阿嬤住在家裡以後,就跟你去國外留學一樣 你要去挖,像馬英九他們這些政治人物 以前出國去念博士研究所有沒有 他們就把英文弄好啊 英文弄好你才能上外文課啊 那你阿嬤在家你就把阿嬤的阿美語當英文、法文、德文學 有系統的自己去整理 老人家會講,他可能不會教 不太願意去強迫孫子學 那你自主學習的話,用這個手機 那個我跟你講,叫爸爸媽媽買一台錄影機給阿公阿嬤 自拍 教他們在家裡自拍 因為我剛才講老人家一百二十歲以後會往生 就沒有了 那有的如果習慣不好 大量酗酒、抽煙、喝酒、吃檳榔 有的會中風、癡呆、糖尿病 或者是會洗腎 很多後遺症 以前老人家都比較健康、長命、百歲 對 現在很多喝酒習慣不好過量 你就會 腰折或者是 病變 現在有很多 得癌症或者是痛風死 德魯古 太亞族很多 那老人家現在還健在的話 你常拍 拍的時候有時候可以 然後有時候放在 有一部分放在電腦可以copy 那你就教他們怎麼看 阿嬤到時候90歲可以看他自己60歲現在的樣子 除了你長大以後 以後可以學會傳給孩子 那阿嬤60、70、80、90 她可以回過來看自己 年輕時候的樣子 阿嬤現在幾歲 83吧 83啊 趕快拍 好 我們算80 算40年 阿嬤還可以有40年的養獸 120歲 你就要很積極的拍 你如果在台北念書 北部念書 你是哪一間學校 海洋大學 對 在北部念的話 你沒有回來的話 我跟你講說 教他怎麼使用 那每天盯他要自拍 那你可以給他出題目 家裡面有老照片 叫他拿老照片解說 或是阿嬤跟那個 遺葬、遺婆 他們互拍 同輩那個中親、中族、家族之間互拍 你懂不懂 你自己要想 然後交代給他們 然後他們去做 對啊 他們 不懂那個重要性 你看像現在貧富足不能證明 就是因為他們的老人家以前沒有留下來 阿嬤